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个新全球融资契约峰会 重点是放在金融的 这个你要好好跟大家解释一下 因为大家跟我搞不清楚 告诉你啊 我真的也搞不太清楚 什么叫做融资契约 但是啊 马克宏说的有趣 他特别他端出了两个大帽子 第一个就是气候变迁 全球二零五零年 希望能够达到净零排泛嘛 对不对 好你要达到二零五零净零目标 这件事情金融应该要做一些安排 然后第二个大帽子 就是解决贫困国家的问题 这也需要金融安排 所以在这两个大帽子的情况之下 他开这个峰会的目的呢 要改革国际货币基金 要改革世界银行 改革现在的金融国际机构 这句话 我跟你讲 我觉得有趣就在这个地方 你知道1944年布列登森林会议的时候呢 当时美国跟英国 然后所定下来的国际金融秩序里头 有三只脚 经贸里头有三只脚 一个是世界银行 一个是IMF国际货币基金 另外一个就是WTO 当然WTO后来当下没有成立 是后来才成立了GATT 就是关税金贸易总协定 然后接着把它变身为WTO 到今天为止 可是当时定下来就是三只脚 那现在马克宏呢 等于是告诉你说 我为了那个目标 所以我应该要把你当初的 全球秩序当中的两只脚 改革一下 修一修 变一变 这两只脚不太好 没办法走更远的路 我们现在换两只脚 你要知道这个金融秩序 全部都是美国订的 法国说我们要来修改它 这本身其实就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而且大张旗鼓 你看他会跟南非总统通电话 是邀请他来参加这一个 全球新全球融资企业峰会 我的全民我都叫不太出来 是邀请他来参加这个会议 他是一个一个打电话邀的 所以有超过一百个国家的元首要来参加 他这边有列出几个数字 超过三百个国家 三百个国家国际组织 还有民间社团代表来参加 有六场圆桌会议 有五十场相关活动 有超过七十个 这个私营部门的合作伙伴跟慈善家 超过四十个国际组织 超过一百二十个非政府组织跟非政府联盟 然后以及超过一百位国家元首要来参加 所以对法国来说他觉得这是一件大事 那中国大陆其实当然也蛮重视的 所以李强不是昨天出发到欧洲吗 第一站先去德国 其实第二站去法国就是为了参加这一个融资企业峰会 马克龙最近做的事情真的太多了 我很替他担心 你已经讲了好多次了 我每次看到他我都很大 我觉得这个年轻人最新怪怪的 就是跟跟过去我们所理解的马克龙不太一样 好吧我们我们讲的讲严肃的 第一个就是说因为他现在在第二任期 那他已经不会竞选连任了 对就西方的政治里面 在在过去我曾经创造一个一个概念 叫做第二任的独裁 就他第一任跟第二任真的会不一样 第二任当他没有连任包袱的时候呢 他追求的是他的定位 就他要如何把他的理念能够留下来 将来呢大家回顾就说呢 这个呢当了当了当了两任的总统 到底给法国留下了什么 那在法国当下的政局 你们当两任不不不太容易啊 前面的那两个都是当当一任的 当一任之后就莫名其妙就下来了 所以呢马克龙的第二任 第二个呢你看到的这个就是说 新全球融资峰会 你们做前面加了个新 就是告诉你说说呢以前是有旧的 但但是呢现在是新新的 只要加上新的都表示他在改变 对任何加新的就告诉你说我要改变 而且我要改变现在不管是国际秩序 或者是改变我在国际政治上的角色 那个新很重要 第三个就是说 你要知道办这种的峰会啊 刚奉心讲了他的他的规模还蛮大的 你你认为是他四月份到了中国之后才开始吗不可能 意思就是说你你千万不要把他理解成说因为他到中国了之后呢听了高三流水之后呢人就受了很大的鼓舞跟启发回了法国之后呢就不一样了就被那中作中国呢给附身了当然不是像这种的这种的这种的办理那个呢起码呢要要有个一年以上的准备准备起换叫做呢到中国那只不过是呢 他让全世界知道就是我的战略自主的思维我正式丢出来我猜想他在飞机上面的接受呢politico访问的那个没有曝光的呢那个三分之二里面大概都包含了这些的部分啊 其实这都是对美国金融秩序的挑战对好吧那我们就回到了回到了法国的就是说主体的角色去想象一下因为有很多呢很多时候对国际政治的理解除了我们基于呢自己是中国人的关心之外 你要理解这些事情就是有的时候有时候设身处地嘛就你站在他的立场你认为他会怎么想马克龙最最近第一个对俄乌战争来讲他不耐烦了嗯他提供的武器呢非常非常少他他认为希望这这波的武器呢打他知道不会打出怎么样的结果因为对于如果稍微了解就俄乌战场当中现在的俄罗斯所采取的防御的部部署 你如果看懂俄罗斯的那个部署你知道俄罗斯的这个部署是永久性的嗯他不是暂时跟你在那边你你进我我对我进你对的那种的战术型的部署俄罗斯已经不是了俄罗斯现在对于他的占领区的那个部署是永久性的防防线是很难打了好因此他知道接下去就准备要谈判这第一个他跟呢他跟美国所领导的这些的北约国家 他的立场是不一样的他本来就是一个外交军事上面来讲的比较自主的立场 所以我们概括说呢马克龙现在有一点呢重新高举戴高乐主义的大喜的味道那个是比较简单的理的理解 但是时空环境不一样我我认为今天的马克龙呢也不是单纯的要复制戴高乐也没有这么简单 比较复杂的是说他在他如何以今天的当德当德国的德国的政治呢非常不统一而意大利的又逐渐四位 因为欧洲就是四个大大大大国嘛就是英德法裔嘛就四个国家那意大利呢现在呢自自顾不暇了他真正重点说我如何以法国的身份呢让欧盟呢能够呢撑得住 这个我认为是法国的最核心的思考因为德国现在是不靠谱的所以他必须要撑起来因此你看他最近在处理两件事情 第一个我认为他的他的这样的一个金融的金融的峰峰会他不只是对美国他也是对英国的过去法国在欧洲的金融体系里面没啥重要性 在在整个全欧洲最重要的在在伦敦伦敦的欧陆最重要的在法兰克福这大家都知道其他的呢基本上面呢 就是跟着这这两个呢金融中心赚的法国呢巴黎很很热闹是个大城市金融并不重要 可是呢马克龙这个时候做这些动作的时候很明显不止给美国看也在给英国看 英国脱欧了你英镑的都还存在的可是我我没有我没有法郎了 我没有法郎你有英镑啊因此如何减少英国对于使用欧元的欧陆的影响 这是任何一个在欧陆当中的大国都要思考的我为什么还要把欧洲的金融中心呢摆在一个用英镑的英国 尤其在他脱欧了以后你再看到最近呢马克龙做着一件呢美日电电讯报的报道 因为马克龙最近很多的很多讲的很特别的话呢都是透过特定的媒体分别放放出来 但是他都不否认不管是呢之前说的反对北约呢到日本去去设设办办办之处 你发现呢他都是一样他他都是这样子的特别放出来或或者说呢马克龙想要去去南南非呢参加金专峰会 这个都很怪啊我是法国的言论报的报道对他是不同的媒体哦但是我认为是放话就是刻意放因为都没有被被否认你在看到呢昨天的昨天呢是英国的美日电讯 电讯报说呢消息人士爆料法国总统马克龙正试图阻止英国国防大臣的Ben Wallace成为北约下一任的秘书长 原因是呢法国方面希望有一位呢来自欧盟人士担任这个职位而英国不是欧盟的成员国 这个其实在上个礼拜呢我有我有稍微提到过我我我说虽然你苏纳克呢到美国对跟跟拜登对啦拜拜拜拜登呢正式的呢 嗯认了你给你的加加持就是以后呢你就是你你就是欧洲的副警长了基本上拜登是加持了但是呢你看到你看到呢苏纳克呢所提的除了跟美国之间 未来如何更深度的整合我们英美安格鲁萨克逊还是要独霸这个事件的各种的规划以外 他提到的最具体的就是要争取美国支持让我们的那个前任的国防部长Ben Wallace来呢来来当了北约的秘书长 当时我们讲过就这个消息出来了之后呢法国一定有意见 法国怎么会容容许呢一个不在欧盟里面的国家来领导北约 尤其法国是一个军事战略自主的国家他怎么会美国呢在那边呼天喊地那也就算了 美国当时后面的真正在决定谁来谁来当的人了但是呢马克龙的反对就是告诉你美国 他真正是在警告美国他不是在警告警告苏纳克警告美国你敢你敢让一个英国人去去当北约的秘书长 你试试看这句话大概美国就得要好好想一想了我认为每日电讯报的这句话 会导致美国跟法国当美法之间下沟通本来就很烂了不管是之前跟 你还记得吗马克龙跟跟跟的跟前任特朗普见面两个人都都在那种的握手腕 结果马克龙赢了好然后呢现在的见到拜登了之后呢那两个人呢更是觉得老少佩哦好像话话讲不到一块 但是他这次对美国的警告味道是很浓的这个上连我们有提醒这件事情一定会发酵 所以马克龙最近怪怪的他真的在走自己的路 他怪不怪我觉得不重要我觉得他其实还蛮替法国着想对而且替欧洲想对那所以呢他这里面提的几个 比如说包括了就是他反对北约东扩然后到日本去设办公室 然后呢他打电话说他想要参加金砖峰会这件事情到目前为止他都没有否认哦 我觉得他他他会哦以他最近的动作来看你不要觉得有可能 然后呢他反对这按照英国的媒体不不管是每日电讯报乃至于卫报 其实大概都有类似的报道就是说因为马克龙反对所以呢北约下一任的秘书长南产 因为他不赞成由英国的国防大臣华莱士来担任 所以现在可能有这个斯托腾伯格要延任一年 所以呢七月份的北约高峰会可能斯托腾伯格要延任一年 再加上他这么大张旗鼓的然后开一个新全球融资企业峰会 嗯法国的这一条路走不走的通对法国 我觉得他的命运影响是至关重要 嗯因为你回到历史上来看哦 就戴高乐那个时候之所以会有个戴高乐主义哦 因为那时候苏伊士运河 埃及收回来的时候呢那时候英国法国都打算要派军队 嗯结果呢说说是说美国说服了大家不要做这件事情 其实当时美国是已经要祭出美元制裁了嗯所以英国不得不退缩 因为他欠美国太多钱那英国退了法国就不得不退所以他就金融作为手段 嗯然后逼英国法国然后不得派军所以他那一次是吃了憋 这样好他后面呢伊朗协议美国退出但是欧洲觉得说伊朗做得好好的 我们为什么要退出我为什么要跟着你川普跑但是呢当美国退出 然后要求要金融制裁的时候欧洲说我们不跟进我们成立一个自己的系统 然后呢让这一些要跟伊朗做生意的企业你们通通可以用这个系统 然后跟伊朗继续做生意没有一家企业敢使用那个新系统 嗯所以欧洲这个地方在伊朗和协议这件事情上面又吃别了 嗯你就知道说你以为美国的金融霸权欧洲就没有意见吗 嗯他们吃别过很多次当然 我觉得在历史上面会留给很多人这种教训 嗯我觉得马克宏从这个教训当中然后开始有一些完全不一样的思维很有意思 我们就看看这个大西洋的两岸就欧陆的这两头就欧洲这一块呢跟美国之间的关系还能够像过去一样的如礁石器吗 嗯两个两个结论了一个就是说因为对法国来因为英国英国现在经济情况其实是很不理想的 那那去年去年当苏纳克上上上台前的那个特拉斯的时代那个那个大家都还都还记得 英国的英镑其实现在呢状况也岌岌可危所以法国的这些的动作其实都是个买保险的动作就是我不能够再把欧洲的金融的重镇呢摆在一个以英镑为中心以美元为中心的大西洋的这两个国家欧盟一定要有自己的主的主体性 选择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马克龙的想要去参加金砖峰会的这件事情我们先看他这个融全球的 现在新的就全球的这样一个融资峰会开的怎么样我们大概就知道他的动向我只看到当因为俄罗斯对对他是有情绪的这这可以理解 但是有很多人觉得说马克龙有没有可能的是个暗装是进来卧卧底的想要知道一下金砖的到底在搞什么东西因为金连接金砖很很重要吗金砖金连要讨论金砖币要讨论的金砖扩远觉得呢马克龙有有没有可能是装模作样进来想要的打太虚实的在现场的收收集情报的我真的觉得大可不必这样想金砖的现场已经有印度了你还担心是什么你还有你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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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担心有比印印度更 更不可靠的吗不会的就是有印度的时候呢你就不用去怀疑法国法国如果想参加就让他参加吧